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中国的外交官已经屡次被揭发 主动联络外国的政府或者政要 要求人家帮中国讲好说话 今次又轮到德国揭发了 而且还得到了官方的消息证实 在较早时间德国陆党议员包扎 写了一封信质问德国政府 到底有没有中国外交官曾经跟德国官员接触 并且鼓励这些官员对中国防控工作 给予积极的评价 德国内政部写了一封信回复他 就说德国政府的确收到数名中国外交官的联络 并且要求为中国控制疫情的成果 讲好说话 这封信件就被德国的世界报和路透社先后转载和报导 于是乎就让到全世界都知道了 其实这封信还有另一个重点 就是德国内政部就说 在中国的外交官接触德国政府的官员以前 在1月23号的时候 德国政府已经是认可了中国为压止疫情所做的努力 所以就击到这位绿党的议员包扎 就紮紮跳了 他就强烈批评内政部的回应就突显得出 德国政府在处理中国问题上闪烁其辞 因为欧盟的对外事务部 就已经明确地将中国列为 在疫情上进行虚假宣传的国家 到底这个中国外交部又有什么回应呢 当然是例牌又否认了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就发表了一篇声明反击 里头就批评了 说德国有个别的媒体 在政治化和污名化中国的抗疫工作 而且还将中国促请德国政界 对中国的抗疫积极表态 就在进行政治宣传 妄言中国分享抗疫经验 辞援他国 呼吁全球攜手抗疫 是搞形象宣传 中国是不需要刻意地寻求其他任何赞扬 即是说到没有做过一样 实际上你屡次被人揭发 当然你每次都是例牌否认 但是人家真的提供了证据出来 包括一些书信的来往 电邮的来往 而中国的大外宣其中一个重要一环 就是要依靠外国政府或者政客 他们那把口来积极配合才成事 好了 每当越来越多这些类似的消息曝光 就说中国的外交官如何来去主动接触 外国的官员或者政府 要求人家说好话的时候 中国的大外宣就是逐渐走向失败了 因为这样就会使得外国人怀疑 到底这个外国政客 他们所说的说话 他们所称赞中国的东西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到底是法治他内心的 还是中国外交部的人员 给你一份稿稿照读的 这件事已经被美国某一个州的议长 踢爆了 直接想别人说什么 你就整句给别人照读 所以这个美国的纽约州长科莫 他这样大肆称赞中国 有些人都会质疑 到底你所说的 是真的你自己所想出来的 还是照稿读的 照本宣科的 尤其是这个南斯拉夫的总统姆泉奇 又亲吻五星红旗 一会又对中国说很多好说话 又说习大哥如何如何 到底这些是出自你自己的头脑 或者是有一个既定的剧本 你只不过是照着对白来读的 而且中国驻德国大使馆那篇的声明当中 又再提到恩情这件事 他们就说 中华民族是懂得感恩 头脾报理的民族 在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 最后德国政府和人民 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当前德国面临着疫情严峻的挑战 中国政府和人民因此感同身手 坚定支持德方抗疫 你这样就麻烦了 你对他捐助那些物资 现在使他说明 偷偷就报理 那你就死了 下一幕又轮到你要对中国感恩了 这样就其实是变相地告诉你 德国就欠中国一份人情了 看看他什么时候要搞道德绑架 和情感勒索你就要还 接着又说说另一件事 这件事是关于阿根廷事的 他们竟然生笨 到底生什么笨呢 根据当地媒体《国家报》的报道 就说阿根廷总统费兰迪斯 在3月下旬的时候 曾经写信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要求中国协助阿根廷的抗疫工作 并且提出急需要1500部呼吸机 习近平答应协助 后来中国政府真的向阿根廷捐赠一些抗疫物资 根据阿根廷的外交部统计 这笔物资合共价值是200万美元 包括了22万套的检验试剂 46万只口罩 5万只外科口罩 1万3千件的保护衣 400只额头探热枪 还有10部呼吸机这么大 似乎差150倍 人家要求1500部就给10部 每部价值2万的呼吸机就已经彈了票了 但中国就说了 我们明明寄出了20部的呼吸机给你的 阿根廷就说截至目前为止 收得那10部 哪来20部 根据当地的消息就说了 相比起中国的那一笔捐赠 阿根廷中央政府和布尔诺斯艾利斯省政府 向中国采购医疗物资的总金额更加之庞大 但是布尔诺斯艾利斯省政府 和中国厂商签订购买医疗物资的合约 就已经超过3000万美元了 他捐都是捐200万 因为那1500部的呼吸机就彈票了 阿根廷就已经派了三架的专机 去中国运载这些采购了回来的产品 阿根廷政府就强调 这三架专机的物资 全部都是真金白银向中国购买的 与捐赠是毫无关系 好了 布尔诺斯艾利斯省政府 向中国采购的第一批 总共13吨物资 就已经是非抵了阿根廷 提供给当地医院使用了 只不过 负责处理这批物品的官员就埋怨了 说收到的某些产品 和当初采购的款式 完全不一样 我其实觉得阿根廷也算是收到的了 首先来说 起码他们还未发现得到 这批中国制造的医疗物资 在品质上出现了问题 很多欧洲国家 一收到的口罩以后 就发现 戴了还比不戴 完全做不到过滤的效果 接着试剂又是不合格的 准确率低过50% 比你拿个银子出来窄 一找中国厂商去投诉 说要退货 就反过来质疑你 到底有没有看说明书来使用 起码阿根廷在产品质数方面 还未提出这个申诉 不过我就怀疑 到底是不是阿根廷的官员 一味正忙于 点一下那些货品到齐味 忽略进行这个品质的测试 可能用一用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些品质有问题 遲些我们看新闻就知道了 第二件事 阿根廷总统费能迪斯就说 要求中国捐赠1500部的呼吸机 起码到现在就已经收到10部那么大把 中国就说捐了20部 起码来说 都是收到百分之零点几的承诺的捐赠额 对不对 好过一部都没有 你可以想想 很多跟中华民国断交 跟着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那些太平洋赌国 那些加勒比海小国 他们真是笨 中国答应了他那些什么什么 到最后全部弹票的都还有 所以阿根廷 起码你们现在收到200万美元的医疗物资 算是这样了 收到的了 你对比起那些国家来说 算是好幸运的了 那些国家更笨 当时跟中华民国建交的时候 起码都会得到一些金钱援助 起码台湾都会派出一些医疗人员 去帮他们建立一个医疗系统 起码台湾都会很笨的 向这些所谓的邦交国 引入他们的农产品 走回到台湾那些树买 卖不到就一回事 起码肯定这样做 到底中国有没有做到这些东西呢 所以你阿根廷 对比起这些邦交国来说 真是算是收到的了 不要慎笨 如果你都慎笨的话 那些所谓的邦交国 伸到整棵树叶都下来 都没伸完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